由拘禁一、闫亚伦、王毅童等人主演的悬疑剧《请自我一双翅膀》正在热播中, 在本剧中王毅童饰演的青雕从一出场就以霸气的造型和风风火火的形式风格俘获了大量观众, 他与灵九哥之间的恩怨情仇,不断给本剧带来新的高潮和反转,从而引起了剧迷的关注。 在最新的剧情中,灵九哥在澡堂遇到青雕,他主动上前搭话并提出通过堵黑语的形式, 了结两人之间的恩怨,青雕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堵黑语是江湖上最高规格的比试, 以摇骰子的形式进行,如果摇到黑语那面,两人便一分高下,一决生死, 灵九哥找来凤姐当见证人,他承诺如果他输了,任凭青雕处置, 如果他赢了,青雕以后都不许再找他麻烦,青雕听后决定应下, 两人相约七日之后正式比赛,为了能更有把握获胜, 灵九哥决定向凤姐求助,希望他能教自己一些拳术, 于是萧凌峰利用植物之辩给他们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练习, 这天龙天宇过来探监,灵九哥趁他不备投袭了他, 结果没两下便被龙天宇制服了,龙天宇见灵九哥学武心切, 便简单教了他几招,两人在过招时动作十分亲眼, 暧昧的气氛笼罩着两人,这时探监时间一到, 萧凌峰出现打断了两人,灵九哥便害羞的离开了, 比试当天灵九哥一如往常的轻松度过, 反而青雕却显得十分严肃, 监狱的其他球犯们也十分关注这场比赛, 大家都认为青雕会赢,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比武环节青雕居然打输了, 灵九哥一战成名,监狱里的那些小喽啰们瞬间见风使舵, 对灵九哥鱷鱼奉承起来, 当灵九哥得知自己要取代青雕成为狱中心的老大时, 有些不知所措,小白菜看出他的烦恼, 于是再旁劝他接受现实, 毕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监狱中继续生存下去, 灵九哥会接受小白菜的建议, 取代青雕成为监狱老大吗? 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记得关注我, 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哦!